大家好 之前出过一期视频 是关于这个ROOP一定化脸的一个使用方法 这个软件呢 是基于一个开源项目来实现的 最近这个作者进行临时大的更新 版本好提升到了2.0 这里面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呢 我就再给大家出一些视频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2.0是怎么使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版本 2.0版本的升级方法跟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下降一个升级包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来把它覆盖掉 解压到当天文件夹 把这里面的这些文件夹 还有内容 全部覆盖到原文件夹就可以了 把它替换掉 然后呢 我们双击这个程序打开 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使用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 多了一些选项 这些选项可以实现一个人脸的一个精确替换 包括图片视频都可以做到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说怎么去操作 然后首先这边的话 我们选人脸替换加高性修复 如果大家配置不太好的话 这边限制数可以选1 如果你选大了之后可能会崩掉 其他我们先不改 我们还是选择人脸图片 这个选一个1 然后我们选一个4 这里面有三个女孩 先来看看这个图片 这个是我们第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们用来替换这个 我们先来一个全部替换 替换全部人脸 在替换全部人脸的时候 这边的三个选项不起作用 但是上面的三个选项呢 还是会起到一些控制作用 我们先来看结果 点开始生成 这边它开始工作 这个警告不会有任何影响 好图片已经好了 我们来看看结果 打开目录 这边有一张图片 我们跟原图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这三张脸已经被替换掉了 而且做了高清修复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先关掉它 然后我们来这次来做一个指定替换 首先我们这边需要改成替换参考人脸 这个参考人脸指的就是 你要替换的这一张脸 这边处理策略 为了录视频快一些 我就不做高清修复 只做人脸替换 这样能快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的六个参数 这六个参数的控制范围是第二项 就是这个目标视频 还有图片选择 它跟上面这一项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一个点 人脸识别方向 这图片的排列顺序 显然是从左到右的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做修改 其他的选项的话 就看大家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去做一个对应的选择 人脸的年龄 这边也不需要去改 如果非要改的话 这边就是这个成人像 当然我们暂时不用去动它 保持默认就可以 性别也是 我们暂时保持默认 先不去动它 参考人脸所在的真为止 这一项是留给视频的 就是假如说 我们这边替换的是一个视频 那么你需要找到 你要替换的这一个瞬间 它是出现在视频的第几帧 这个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讲这个视频替换 到时候我会说这个数字去怎么去找 我们来看第二项 参考人脸在图片中的位置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这张图上面有三个人 三张脸 那么第一张脸 它代表的序号就是零 第二张脸就是一 第三张脸就是二 零一二 这样的一个排列顺序 假如说我们变选零的话 那么最终这个替换参考人脸 替换下来就是把这一张 最左边这个脸替换掉了 我们来做一个选择 来更改这个中间这一项 那么这边就是选一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参数 这个相似度 默认是1.5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说明 大家看到了 它这个说明还是不是很好理解 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这个图片里面有两张脸 或者是更多的脸 长得比较像 就一些相似度比较高 这样的话在 它在程序在识别的时候就会 出现误差 可能把你不想替换那张脸 也给替换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调整一个相似度 把它改低一些 让它精确的走到我们想要的那张脸 当然现在我们暂时也不用动它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去替换这个1 替换中间这个脸 看一下会怎么样 好 这边开始工作 就稍等一下 好 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看结果 打开目录 这个就是它给我们替换的图片 看一下有没有替换掉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这张脸已经被替换掉了 非常准确 然后我们再来改一下数字 按这2 2的话就代表这个第三张脸 再来看一下结果 做完了 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 它现在改的就是第三张脸 所以现在这个数字的含义 大家应该都了解了 就是012 如果有更多的脸的话 顺次往下排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识别年龄的一个效果 这边的话 它是三个年轻女孩 它的区间 显然是在承认这个区间 如果我们选这个成人去生成目标的话 那么跟我们刚才生成的图片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小孩 让他在这图片里面去找一个小孩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的 好 已经生成了 很快啊 看一下结果 好 大家会发现这个结果呢 跟圆图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变化 因为他没有找到这个小孩 好 这个就是年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性别 性别是分男和女的 这个的话我们来给大家换一张图 我们这张图 这张图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男的和女的都有 我们这张图来做个演示 然后假如说我们这边选择女图片 我们来改这个一吧 一的话改的是这个 开始 看一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他修改是哪一个 修改是这个改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他没有把这个第一张这个女性的脸 识别为女性 我们刚才想改的是这个 结果改了这个 他把这一张识别成第一个女性 这一张识别成第二个女性 这样的话就是0 1 所以我们刚才这边填1的话 他修改的是这个 如果我们想改他的话 这边需要填0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 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就对了 对吧 我们修改就这一张 性别识别的作用 如果我们选女 只会从这个图片里面 去找这个女性的脸 然后去做一个编号 那么说我们想要改这张脸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的话就不用去改他 然后把这边改成0就可以了 改成0的话 那么他对应的就是这张脸 再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他现在的修改的位置就对了 就是我们想要的这张脸 那么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这边 难会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成续直接报错了 我们这边选择的是男性的一个脸 但是我们这边图片的我们是一个女性的脸 一个男一个女是没法去做替换的 报错了之后就没法使用了 我们需要重新开一下 那你选了性别的时候 他会去筛选 反而有时候筛选可能会出问题 还不如不选 所以这边就选择不区分 然后呢 这个你根据这个数字 012345 这边五张脸 01234 比方我们现在要改这个4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这张脸正好把它替换掉了 剩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参考人脸相似度 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把它改成0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边改成0的意思 就是说会对这个脸 进行一个最为苛刻的一个检查 哪怕差一点细节 它都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呢 跟圆图没有任何的改变 就是因为我们选的是0 他对这五个脸 做了最为苛刻的一个检查 然后他发现 没有一点细节能对得上 所以说这边呢 就结果就是 什么都没有改变 然后我们这边 再把这个数值 调大一些 把它改成5 这个相似度的检测呢 就非常的宽松 差不多就行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效果 类似于这个替换全部人脸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脸都被替换掉了 这样的话图片这边的修改方法 基本就讲完了 然后下面这些参数 大家注意一下 基本上不需要动 唯一需要改的就是这个显成数 根据你实际的电脑配置情况去修改 然后接下来我们收一下视频的修改 然后我们选一个视频 然后先给大家看下这个视频 它是由两个人跳舞 大家看到这边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然后我们来做个替换 这边的参数先不改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它改视频的话是需要点时间的 需要稍等一下 好处理完了 看一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这个人脸已经被替换掉了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参数的一个修改 因为我们这边选择的是不区分 所以说它不分男女 这边都是可以改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它改成一 这样的话代表着我们需要修改 那个女性的角色 好我们来开始生成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性的脸呢 很明显已经被替换过了 参数这边的话 只要大家了解了就可以随便去改 接下来我们最后要说的就是一个 参考人脸所在针的位置 我们刚才是默认是0 视频里的两个人物 它是同时出现的 就是在第一针的时候 两个人都在 那假如说我们视频里出现两个人 但是有一个人在第一针不在的情况下 这边我们就需要去改这个数字 我给大家换一个视频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视频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第一针的时候 它是只有一个人脸的 接着放 它到了后面的时候 这个后面这个人才会走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去有 这个两张人脸同时存在的情况 假如说我们需要修改这张脸 那么我们这边保存默认 所以0这个显然就不对了 因为在第0针的时候没有它 好我们随便选一个都有它的帧数 我们后把他拨放下 好的这一针两个人脸就都在了 然后右键这边有一个播放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当前帧75帧 所有的播放器都有这个功能 都可以查看当前这个画面是在第几帧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值呢 我们就要填75 当然填74也可以 因为我们第一针的话它默认是0嘛 这个是该成0 因为这个人是在左边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人脸已经没替换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刚才这个摘进来 然后再把原视频摘进来 这边是原视频 这边是我们的视频 被替换后的视频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脸已经明显被替换掉了 这个脸好像也变了 是吧 像大家看到了 这个脸也被换了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脸相似度 这两张脸呢 在系统的识别中 它里面比较像 所以说这边就出现了一个误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就把它给0.5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进化一下 好了我们看看结果 这个就是新生成的视频 把它拽进来 我们把它都拖回地震 然后大家看播放 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了 这边这个人脸呢 它没有被改掉 这样的话说明我们刚才那个人脸相似度的改动是正确的 只修改了这个变好为0的这个人脸 变好为1的人脸是没有任何改动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脸相似度的 一个作用 最后要给大家提的就是这边这个打开官方原版 这个官方原版需要重新开一下 直接点官方原版 把这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启动官方原版之前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还有这个目标全部选择好 如果这边为空的话 然后他会提示你说这边需要选择东西 这个下面一个直播 我没有摄像头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 当然他这个使用方法就特别简单 把这一张勾下 然后这边这个字呢就变成开始直播了 然后你就点这个开始直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啊 这个就是官方原版的一个界面 他这边的参数和之前界面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去做重复的介绍 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就是他这边多了个预览 他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的这种 帧数啊 就是每一帧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边切换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是他比前面那个界面要方便一些的地方 其他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拜拜